玉里警分局三名派出所接获里长报案说 三名胡德池里面有民众待在里头很久都不离开 研判可能是有事情必须要大家帮忙 希望警方可以前往了解 而发现这个男子居然是不能够安全驾驶通气犯 当场就把他逮捕了 警讯之后全案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归案 玉里分局三名派出所代理所长为了要祈求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以及各项工作一切顺利 前往玉里镇的公庙拜拜 晚间八点多的时候跟警员接获了里长报案 声称三名胡德池里面有民众已经待很久 民众依旧待在庙宇不离开 研判可能有需要帮助的情势 希望警方能够前往了解给予事实关怀 才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不能安全驾驶通气犯 当场给予逮捕 警讯后全案移送花莲地方检查署归案 本人便立即抵达现场关心询问 并以警用小电脑查询该名身份时 发现该名男子竟是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 当场予以逮捕 警寻后全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日本局长温基辛表示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执行各项勤务只会更积极主动 也请民众如遇有可疑不法情势 警力及拨打110提供犯罪情资 一同来守护花莲南区三乡镇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